佛山有中學生將兩個月大的嬰兒女丟到花粉池 我在網上有提到 他們這個都很惆怒 但是反映了中國的教育又是徹底失敗 他第一告了那個人性愛護生命的教育 你連殺小雞有些人都不拿起雙刀 他爲了所以我們爲什麽不跟大陸人來往呢 我沒有朋友在大陸 認識的人多 就是他我是拉閘的 我們一些人 不打開圖門我認識你就算了 四個哈囉 不跟你來往 因爲我看網上就說他和他爸爸有私人恩怨的中學生 他說我一定弄一件事令他們不開心的 他就扔了一個宣女下去的花粉池 那個屎堂就死了 即是他們那種這樣的教育是徹底失敗的 在中國 因爲他們在現在中國教育 我們以前回去搞海閨灣放山 最早在北京我搞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放山在北京 跟著我在深圳大放山 跟著我早幾年還在海閨灣搞放山 尤其是給小朋友下去放山 就叫懂得愛惜生命 他們沒有的嘛 他整天整個教育就說 主要的主流思想就說 怎麽樣去維護共產黨的政權 是學立歸勤的 所有的人呢 由自小到老到亂到 無論你兩歲至六十九 你最重要是說要維護共產黨 就有得混了 用這個方法 其他你全部可以殺的 所以自小他沒有了人性 那種那種測忍之心的 還有他沒有了羞恥心的 你看香港現在大陸 現在搞了那些愛港力量 大陸妹那些什麼淨身BB 他們沒有想過那個人性問題的嘛 他為了有人給錢他 有依附和權貴 他完全不用分是非黑白的嘛 所以以前我們怎麽樣 不是那麽同情在天安門八九文文 那班人就是這麽意思了 他每個都去 現在真的有三十元收的嘛 三十元一日一個月都有九百元 當你有四天不坐 你都有七百幾百百元 當年中國一百元的工資 所以周圍散市的人就湧來 北京天安不坐在這裏 北京人很少死的 那次八百元 外來的人也多嘛 有三十元收的嘛 坐在這裏 誰給啊 誰給啊 那你慢慢去查就知道了 說你出人這些人家 差不多帶錢回去 而且因為有三十元派的人走嘛 因為他那個教育就說 你埋在我共產黨派 進去做少卿隊 做共青團 你一說就是優質人物來的 屬於很多好處的 什麽都有你份的 就算你現在香港來埋在我共產黨派 那我就委任你做區議員仔 又委任你做什麽委員會委員 什麼委員啊 過慶也叫你出席 有什麽領導人叫你做拉拉隊 那你就拍張照片 光宗耀組 你明白嗎 那時候你可以拿個官客去 那變成你屬於他那個利益集團的一份子 在那個利益集團之下 你如果有人傷害到他 他都可以陸親不應的嘛 所以有些人起了個名字 他說文建聯叫他禮二年是起了沒有錯的 即是如果你的人跟動物沒有分別 就說人的跟動物不同的人有羞恥之心 動物沒有的 你在動物就知道了 通街搏東西的嘛 等一下說 哪有羞恥之心的 我們是本來 所以為什麽我們不跟大陸的人做朋友呢 我不會和你這麽低等的動物型人物做朋友 人非人來那一幫 他以我的人相 但他不是人 沒有了一個人性的嘛 基本沒錯 我怎麽跟他做朋友呢 即是我就說很厲害 但我有資格不需要 我有資格選擇的嘛 搞朋友 你做了他會謀理的嘛 他會算你的嘛 他為了有利益 或者還有衝突 他就是陸親不應的了 我怎麽跟他做朋友呢 他都不知什麽朋友定義的嘛 你問大陸 總而這個黨有兩滴奶水給他喝 你又舉了手指 脖子也舉了 有餅仔分 剛剛啊 所以是很大件事的嘛 悲劇來的 現在這個是很悲良的國情來的 中國